美国财政部1月2日表示 在通胀削减法案新的电池采购规定生效后 许多电动汽车已失去了最高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资格 包括日产LIF 特斯拉全轮驱动版Cybertruck 部分特斯拉Model 3以及雪佛兰Blazer EV等 美国财政部去年12月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 详细说明了新的电池采购要求 电池原材料的可采购范围因此大幅缩小 该规定于2024年1月1日正式生效 该法案此前出台的诸多要求 已经让大量新能源车无缘税收抵免资格 据相关统计 目前在美国销售的每100辆汽车中 只有约20辆符合在北美进行组装这项要求 受此影响 符合美国电动汽车税收抵免资格的 电动汽车车型数量从43个下降到19个 而这还包括了相同车型的不同版本 美国财政部指出 由于部分制造商尚未提交符合条件的车辆信息 实际清单可能会有所变化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近日发布通知称 为进一步便利中美人员往来 自2024年1月1日起 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将解免L字旅游签证申请材料 前往中国旅游的在美人员申请赴华签证 可免提供往返机票 酒店订单 行程单或邀请函等申请材料 此举出台之际 中国在实施了三年严格的疫情措施后 一直在努力振兴旅游业 尽管今年早些时候取消了这些限制 但国际旅客的回归速度却很缓慢 根据出入境统计数据 2023年上半年 中国的外国人入境和出境人数为840万人次 低于疫情前一年 2019年全年的9.77亿人次 为了促进旅游业 中国上个月宣布允许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马来西亚公民免签入境 停留时间最长为15天 日本航空一架客机1月2日在东京羽田机场与一架海上保安厅飞机发生碰撞并引发火灾 日本广播协会援引日本航空的消息说 日航516航班客机当天下午从札幌新千岁机场飞往东京羽田机场 17时47分在羽田机场着陆后与海上保安厅飞机发生碰撞 日本航空航班的空客A350客机上 共搭载乘客367人、机组人员12人 所有人员均以安全转移 海上保安厅飞机上的6人中有5人遇难、机长重伤 日本国土交通省方面已将当天发生的飞机相撞事故认定为航空事故 并已向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进行通报 另一方面 由于空客A350是在法国西南部城市图鲁兹的空客基地生产 法国航空事故调查处表示 一个专家小组将于3日抵达日本参与事故调查 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阿斯麦ASML1月1日表示 荷兰政府撤销了部分向中国出口设备的许可证 其中包括光刻机影响少部分的中国客户 彭博社报道 知情人士称 阿斯麦适应美国拜登政府的要求 在这种高端芯片制造设备出口禁令生效前几周 取消部分设备向中国销售 在1月份荷兰新的限制措施全面生效前 这家荷兰制造商持有向中国公司发货三台顶级身子外光刻机的许可证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2023年年底就此事致点荷兰政府 荷兰官员要求美方就禁末式身子外光刻机的发货事宜 直接联系阿斯麦 中国长期以来是阿斯麦仅次于台湾和韩国的第三大市场 但在2023年第三季度 中国一跃成为其最大买家 占公司销售额的46% 阿斯麦表示 预计荷兰政府撤销出口许可证和美国政府最新的出口管制措施 不会对其2023年的财务前景产生重大影响